好 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埋便位置是夢幻戰士 中間的馬有穿翹飛 有紅帽 灰馬綠色競軀 外面還有一隻掃鳥起 走四疊 接著第五位 就是捉金王 內蘭黑衫黃帽 一直要鎖著欄墨 就是這隻事必獲利 在後面那三匹馬 分別是常拼常勝 爪王烈掩 包了落尾的馬 是那隻及時行落 好 過這個就是千二米的斷柱 前面帶頭是綠色競軀 在它外面掃鳥起 慢慢跟著它 走著內蘭第三 是那隻夢幻戰士 第四位 著翹飛道 都跟得順 內蘭第五黑衫 事必獲利 二疊第六位 捉金王 後面三匹馬 爪王烈掩 又過了白山碑 以那隻常兵常勝 包了落尾 橙色眼閘 是及時行落 過了800米斷柱 大家都動不大 前面綠色競軀 帶著掃鳥起 第三位 夢幻戰士 就帶著著翹飛道 第五位 是必獲利 就帶著竹金王 後面的三隻 爪王烈掩 常兵常勝 包了六尾 仍然及時行落 好 轉到600米斷 前面還是綠色競軀 掃鳥起 夢幻戰士第四位 就著翹飛道內蘭 第五是必獲利 出三疊 就是那隻竹金王 跟著後面 外面爆的那隻 就常兵常勝 入正中有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還是綠色競軀 跟著第二位的馬 有這隻就掃鳥起 中東夢幻戰士 外面的馬 蓋上來 竹金王在外面 最出中一隻常兵常勝 最後八多米 綠色競軀 拋離過幾十米 二三四名 全部近的 在外面 外面中一隻常兵常勝 接近終點 綠色競軀 贏出今季 首場的佛谷賽事 結果就擺在前面走 一放到底 跑第二名的馬 都相當接近 九號是事必獲利 就貼難的 轉彎扔出去 就是六號的常兵常勝 跑第四名 應該是夢幻戰士的機會 就高過著翹飛道一點點 頭場 四號的綠色競軀 好